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用什么片每次一跳,我就觉得很久没拍了 很多东西要分享 所以今天就不要这么多开放 直接进入主题,10月用什么 看看今个月我用了什么,很想告诉大家 第一个,应该有留意到 我手上多了一个小饰物 它是一只熔白 这个是我买了两个星期左右 放了上Instagram,没想过大家那么有兴趣 因为大约两年前,我很想长大一只肉鸭 想找一些幼身的,不是很脆绿的那种 然后我和妈妈进了肉汽市场 然后坐着水鱼,肥猪肉 整个东西走进去,大家是苦视眈眈的 想看什么 然后他们一直很热情 我们很害怕 其实不是怕些什么 我们最怕是买到假的 不懂得分,真是假 哪间是有一个信誉 完全没有任何知识 因为他们只想买,走进去 他们会说,哎呀 几百元也有的 你要什么价钱也有的 然后我们两个很害怕 就走了 然后我去了不同的店铺看 我又觉得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不如不了了之了这件事 最近我跟朋友吃饭 是上个月 我见他带着做一只肉鸭 我就问他,喂,你在哪里买的? 多少钱? 信不信得过的? 然后他说了一句 我家做肉鸭的 做肉器的 他就说,啥?你不早点说 我想买的 然后他才说,我们四代的了 所以都很久的了 做批发,做熟客 之后我就说了我的价钱 然后他就帮我选择 想要什么款式 他就给了几只我 我就去了他们的店铺 最后就买了我手上的这一款 他在不同光线看下去 是会有点不一样的 陰天,有太阳 他就会白一点 有时候会绿一点 然后我看中了 是因为这里 如果这样打平 好像一个墨水的山水画 好像有座山 我就觉得很特别 先说明先 我是不懂分 怎样为之漂亮 有什么种类 然后我问了朋友的妈妈 怎样去分身价 她都说是凭经验的 你不可能是完全没有买过 一眼就看到她真假 然后我又问他们的产地 他们是说 我们只是卖缅甸 不会买其他地方 所以我都很信得过他们 这一款是一千元的 由一个入门级带起 希望他可以跟我一世 我不会脱的 希望他不要灵为欲碎 那就可以了 好了 下一样 达到护肤品了 今个月我又被Pretty5 经验到 这个牌子真的我今年是遇到很惊艳 每一样东西我都会觉得有惊喜的一个感觉 首先就说了这一支的卖妆油 它叫做双重透明质酸深层卸妆油 这个卖妆油你看到里面 它是超级轻型的 它卖妆很简单 快 干净 然后不会结架 不会干 四大优点 有齐了 它是不会油塌塌 不会很厚 你摘出来就会看到 它是很流质的 Oops 对啊 它真的非常流质 极快速 卖了所有的妆 然后你乳化 它也不会需要很久 然后你用水冲很干净 就这样用纸巾抹它是完全不会油理的 而且它闻下去的味道是很舒服 很天然的 一点都不化学的 今天我是化了全妆的 那我现在呢 就要卖妆了 什么都有的了 Mascara 眼线 胭脂 粉底 对了 那我就会用Pretty5的这个卖妆油 两瓶就够了 拆开它它是很清爽 完全是不会热板 不会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 那我现在呢 就可以去洗脸了 卖完妆就顺便洗澡 现在是很干净的 而且皮肤是很有软的 但是说今次惊喜的程度 这支卖妆油是远远不及我手上的这个 它叫做富士山溶癌深层静基泥膜 大家一想到泥膜 应该脑海会有一个质地出来的了 会是比较稠 比较干 但是这个呢 完全不会的 我给大家在手上看看 它是极度水润的 它是完全的 你怎样在旁边拖出来呢 它都不会干的 用了它们的刮刮是很方便的 我的习惯就是厚敷五分钟 鼻液和毛孔扣伤的位置 就会更多敷 刚刚我用暖水清洁了臉后 现在是很滑的 你会看到 鼻液这些位置是很干净的 然后臉是有光泽的 不是干真真那种 还有我没有教过光暗 刚才是这个setting 现在也是 我觉得是明显有提亮度的 完全你敷完它 你洗走了之后 是不会觉得皮肤扯干了 那种感觉的 我是极度无敌 觉得惊讶的一个产品 我用完这个 做完一个深层清洁 就会敷回它们的这一款面膜 再回到正面 它叫做 缓光水润注氧面膜 这一款我打开给大家看 看下去的质地有点像浆糊 但是你一推开在皮肤那里 它是很短短的 是超级无敌 软熟好推 然后它的保湿力 是非常非常之好的 我现在就敷了这个面膜 它在皮肤上面是很软身 然后我会敷大约20分钟左右 洗完面膜 现在皮肤是完全没有任何干的感觉 然后摸下去是很柔软 很柔软的 对了 你会看到皮肤是非常之有光泽的 是没有任何软软的感觉 我都会觉得很喜欢这个混合的 这个除了是用来配合泥膜 用它们这个combo真的很舒服 第一是可以做到深层清洁 立刻做注水 然后毛孔会觉得很干净 看下去没有那么粗糙 还有降机 以前我一个月最多用一次的深层清洁 我已经觉得皮肤是顶不住的 因为真的很干 这个组合我是可以每个星期用 我都觉得是没问题的 因为它是完全不会扯干 不会觉得用完里面是干得爆炸 整个沙漠 它是不会的 然后我也试过是单用这个补水面膜 它是做到一个超好的补水力 而且它是可以令到曬完太阳 然后去完玩水 它那个舒服感 就算铺到很厚 它是完全不会焗的 你感觉到它是一个 好像在吸气又在吸水的感觉 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 是立刻看到分别的 这只手是很粗糙 然后是很粗糙 然后敷完是很滑的 那些细纹完全淡了很多 这个是布满了很多肝纹 是完全两只不同质地的手 因为我除了喜欢用这次用的新产品 它们的精华水 这个是第二支 我都用了超过一半 这个濕敷真的很好用 是超保湿 我真的很喜欢 而且它们的美白精华 是很团货 是很温和 做到真的美白的效果 我都觉得是很好用的 大家可以支持一下本地的品牌 它们还要是日本製 我真的觉得是做得非常非常之好 接着到化妆品的部分 应该我出这条片的时候 和它们的合作post 已经在IG那里出了 真的非常之好用 大家绝对可以去入手 就是MAKE UP FOREVER 它们的CUSHION 这个是 我不知为什么可以做到一个CUSHION 是这么没有负担的 它在皮肤上面 是完全你怎么拍 怎么加呢 它都不焗的 是 这个颜色在我手上 还有在我面上 可能会白了一点 是最深色的 因为这个CUSHION 它都是韩国造的 它都是有少少像韩国的色号 类似23号色 它这个是叫做1N14 但我觉得跟平时韩国的CUSHION 的23号色差不多 我可能做多些shading 阴影是可以match的 或者是我排在颗子上 但我很想给大家看看真实的效果 它是不会暗沉 不会氧化 你看到我的妆都化了几个小时 和我的手这样拍开 颜色是差不多 当然了 我有些胭脂 有不同的颜色在上面 看上去可能你会觉得 好像有少少 但是没有的 完全没有的 它是皮肤会透气一样的 这个CUSHION 它是很神奇的 它又很清爽 然后它是很无感 在上面那里是很舒服 但是不会干的 它不是滋润型的 它不会有一层很水润的感觉 它又不是保湿型 但是它不是干的 它明明是很薄的感觉 但是它又做到遮瑕 你一层就会比较自然 你再上一层 可以build up 遮瑕 又不会一粒粒的 所以这个CUSHION 我今个月觉得真的很好用 不是合作才说好用 是真的很好用才合作 而且妆感皮肤很细滑 毛孔修色得很好 这个是我觉得最近 可以叫做神级CUSHION 那么厉害 我觉得这段影片比我和他们合作的帖子更夸张 说完底妆 就说下唇妆 天又开始黑了 冬天真的很麻烦 拍片很快就黑了 就是Rare Beauty的Tinted Lip Oil 它是红了很久 我又观望了很久 终于我都忍不住它入手 真的很好用 这个Lip Oil 它不是持久型的 就是它说这样 上去的颜色很漂亮 很亮 你一抹它就不会亮了 你喝水吃东西 没有了这个亮亮亮的 但是它做到一个食色 例如我现在都是塗了一阵 应该我一抹 你看到了 它已经Tinted了下去 现在这个颜色叫做Serenity 它是比较红的 但是它又不会去到红唇 是比较容易carry 虽然我塗了很多 它是很深红色 然后它是会交代的 但是你看到我一抹 它的红是保持在嘴上的 我最喜欢就是这个Serenity 和它们的Honesty 这两个我买了 我都觉得非常之好 它是你素颜用的时候 又不会说很深色 接着去到很pop的感觉 最重要是它的Lip Oil 是真的 不是假润 不是上面有一层东西 不会粘着嘴 不会粘的 是非常舒服 可以很薄的 做到真的滋润嘴唇的感觉 是可以抚平你的死皮 当然它又不会说 一塗上去那些死皮没有了 但是它不会是翘起了 然后很噁心 越来越干 不会的 它在嘴唇上的感觉 是非常之舒服的 所以这一个多两个月 我都很喜欢这个 Rare Beauty的Tinted Lip Oil 他们在Sephora是会找到的 我都在那里买的 要很快说完三样东西 这个是Kai Beauty的Mascara 它叫做无重力 非常折无高 这是台湾的牌子 这个是打破了 我其他很喜欢的Mascara的闷局 它是极轻 它真的轻到完全不会有 有Mascara的重感 它是可以做到很持久 然后我把它就这样 用平时的热折毛器 弄完之后 大家看到吗 它是很矫 完全全日不会掉下来 而且它的头部 是做得很幼 很小 是不会令到它容易 能碰到眼皮 上下睫毛 都是做到很容易就能塗到 不会卡住 不会有结块 不会有蟑螂 总之是一个根根分明 它又不是去到极牆 极浓密那种 是很自然的 做到一个很漂亮 跟着一个很矫的效果 是好像你天生有一个很漂亮的睫毛 但是再加上它 是真的 效果非常好 跟着很快干 你塗完之后 你打蝦痴 都是不会落到眼皮那里的 所以它成为了今年 打败了我本身很喜欢的睫毛 做了第一位 今个月我用了很多很好用的东西 都是很棒的 这个是台湾那里买的 是有朋友去员旅行送给我的 多谢他 继续都是朋友的爱 这个是Canvas的桃木香薰噴霧器 之前我因为有几支的香薰油 就想了很久 是应该买那些香薰座 即是上面是用来放些水 加些香薰下面有个蜡烛那些 还是买一种噴霧器 在我想想想想 我没有跟任何人说的 接着我朋友就送了这个给我 是时间刚刚好 我有没买 然后有想要的 接着那个心有灵犀的感觉 是非常之美好的 这个我用完之后 是爱上了每一晚 我在这里睡觉都会用它 因为它是很方便的 它里面就是这样打开 然后拔开它 下一些的蒸馏水 滴一些的香薰油 然后吸回它 吸起这个 它就可以按键开灯 也是可以按旁边的键 就会噴霧出来 它有几个模式 一个就是不停地噴 然后有一个是15秒 然后停一停 然后再噴 是没有水 它会自己懂 我也觉得是很好的 它不是无线的 它是会这样的 后面有个孔 是要连着一条线的 所以我也是要放在一个拖把的旁边 然后我用的香薰油 也是用Canvas 因为我朋友送这一部机给我的时候 它也有连几枝给我 我用了很多不同的搭配 最喜欢就是这两个味道 一个叫love and cherish 是比较舒服的 另一个应该是西油 是比较清新的 我自己的 ratio 是一半一半 那你就会是有舒服 然后个人很reflection 它不会令你是睡不着 很醒的那只 而是很舒服 然后很轻松地睡觉 我觉得是很好的 而且我朋友很细心 他说是全部这几款他选 都是宠物有线的 是的 多谢他 我用完之后 真的非常喜欢 我觉得这一种它和香薰蠟燭 是不同的 香薰蠟燭的感觉是整间房间有个气氛 然后它的味道是会比较沉稳一点的 这个它是轻飘飘的 很想要有一个比较强一点的味道 我会点蠟燭 但是如果你说 不是我想很舒服的 好似有药毛的话 我就会觉得是这一种的香薰肌 好了 到最后一样东西 不行 真的好黑了 我少要趕快说完 这个是勁服 这个一定要说 我在Donkey那里买 我的脚是无敌刮脚的体质 我是穿那些小白鞋 布鞋 都刮眼的人 所以我就沉沉密密 很多不同的刮脚膠布 我看到Donkey这个是写着 是摆明是用来防刮脚 然后就说它的实物带是这样 是强黏力 那就试试 一样的 你也是原本那个位置 你贴膠布 如果你再走 是不是会这样飞起了 它也是飞的 特意留下最后一块 这个不给机会了 要跟大家去说一下它 你们去看看它的样子 的而且是布面的 但是随此之外 完全没有分别的 这个还要很贵 它是三十几四十元 只有四块 十元一块 如果它是做到刮脚的时候 帮我贴住了 不会刮脚 我可以的十元 但是它做不到 最后我觉得 用回万宁的透明膠布 更好 所以大家认住 不要跟我一样中伏 这次都比较丰富的十月 用什么 因为我知道是超过九月 九月我有文字版 放在IG 那些都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 九月的时候拍不到 因为病 我也很想告诉大家 很好用的东西 大家可以去IG 看 十月就是这些了 希望大家会喜欢看 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